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话,提到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摆脱未来就是说 薪资当然不是重点,可是其实未来 如果你们假设毕业的薪资大部分八成都是落在 三万块上下,说真的 对于 生活上面我想应该 你要谈理想,或者谈一些梦想 谈一些可能你要出国旅行 都是有点遥远 所以如果假设要摆脱这种现状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要不就是你要充实你的相关技能 要不就是说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斜杠少年 我刚也稍微看一下,其实整理几点 其实他的斜杠并不是说 你多兼几份拆 或者是说你有多几份薪水 而他重点我看了一下 主要应该是说 你的那个什么呢 你的斜杠的思维上面 也就是说你是真的想做一些 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OK,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你们可以谈谈一下 他不是说只是 不是说只是多重收入而已 而是说你要能够真的 去 做一些事情 当然这边好像我刚刚看一下 他其实也有几本书 像 这边有一本书叫什么 斜杠的50道难题 斜杠的50道难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斜杠 斜杠少年的话 那里面有哪些要素 好像 也许你们回去的话 或许 可以到书店翻翻 或者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买回来看一下 那斜杠当然不是敢游行 而是什么呢 重新盘点你的竞争优势 关键就是你的竞争优势 那也就是说你在职场上面 但不是说你现在 会的所有 未来在 职场上 都会派上用场 OK 所以你要想想看 你现在 有哪些优势 哪些是你的劣势 你可能要想想看 OK 那 因应未来的趋势 也就是你要会的东西 是真的是 未来 是这个 未来的社会会 被用到的 包含哪些东西 包含像 AI人工智慧 像机器人 5G IoT 这些 物联网等等的概念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 其实 如果你要把 这些东西学好的话 有一个基本的要素 就是你至少要把电脑学好 因为这些东西都跟电脑的应用很有关系 应用完之后 另外还有跟程式有点关系 可能AI里面 你会具备有写程式 是撰写程式的能力 你才有办法切入 所以 好像讲回来 也是需要把电脑这个技能充实 那第1个 回到原点 还是要把ecell先学好 OK 所以你看 谁用青年 谁用少年 他还是 归根秀底 还是需要 你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 那今天最后 当然 我们 还有几个题目 我想你们可以 把刚刚这道题 里面有一些东西延伸吧 我们就 因为剩下时间并不是太多 我想 马104这一题 再做个延伸 请各位思考一下 几点 一 请你把它切到 学员的基本资料 这个一栏的部分 性别 他这边是已经有了 但是如果说今天 考各位 把这个栏位 Ctrl-shift向下 Delete掉 谁回家的 谁回家的 我 OK 上课很认真喔 早上也做蛮前面的喔 对 名字是什么 OK OK好 1083003 最后两码 03 03 OK好 很好 所以 这一题应该会吧 会 OK 太好了 那你要不要先上來做給大家看 等一下這個第一個 我要考各位第一題 請你把性別這一個欄位刪掉 然後你要用什麼方式呢 用身份證字號的第二碼 自動幫我產生過來 OK 所以身份證字號的第二碼 一的話是男 二的話是女 那要怎麼做 其實這邊的話你需要用到第一個 MID 有沒有早上那個課有講到 第二個用IF 這兩個函數就可以做出 那個我們要的結果 OK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第二個問題呢 請你告訴我 生日裡面呢 因為我想統計一下 到底 幾年次的學生最多 幾年次 那幾年次怎麼產生 不過可能會稍微困難一點 但是呢 這邊的話是七元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幾年 因為我們習慣民國 所以你必須把 年的部分先抓出來 再把它減掉1911 就是他的民國年 民國年的話 我希望說 比如說六年級的話 那就是六十到六九 所以開頭是六的 那就是六年級生 五年級生就是五十到五九 五年級生 有沒有 以此類推 七年級生 你們應該多少 八年級生吧 八跟九 八跟九 差這麼遠的嗎 OK 所以九年級生 那你要統計出來 到底 這裡面 他們這個補習班裡面 哪一個年齡層的學員 佔的比重最高 要把它算出來 如果你今天是 補教業相關行業 你就遇到這個問題 老闆問題說 那你幫我統計一下 然後呢今年跟去年比較一下 有沒有成長 哪個部分的成長比較多 哪個部分衰退的最多 那你至少要有個答案吧 不然你怎麼針對 你這個補教到底是 主要的市場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去找到你的學生呢 所以特別注意喔 OK 所以待會有兩個問題 針對性別 跟針對年齡 我們要找出 做一個對象 所以這兩個問題 性別先做出來 再告訴我 這個補習班裡面 是男生多 還是女生多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年齡部分 怎麼把它變出民國年 然後呢 針對民國年 找出 哪個年次的人最多 兩個問題吧 應該是常見吧 其實不外務就是 知道年齡 不外知道性別 還知道什麼 像他的學歷嘛 但這個沒有 還要知道什麼 知道他的收入 有沒有 他如果收入很高 他可以 負擔的也比較大 諸如此類的 如果你是那個行業別的話 你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題稍微是比較彈性的 不是證照考試 但至少你要是會的 OK 畫面先滑給各位試一下 想想看 最後想要看的 最後是視覺化的東西 最好就是說你要用對的那個 因為你要知道比重嘛 那你用一個圓餅圖 最好 一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 圓餅圖 馬上一清二楚 長條圖還比較沒辦法表示 因為我要知道 100%裡面 誰佔的多 誰佔的少 馬上就一莫了然 所以如果 像這種狀況 用這樣的報表 你可以給老闆 老闆一看 如果你給這個 老闆說 這樣看 你不如給我個圖好了 OK 這最好的 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先 先把它恢復好了 因為剛剛同學 好像第一關就卡住了 卡在哪裡呢 卡在那個 這個地方 輸入公式之後 就 就完蛋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讓它這個地方 讓它可以輸入資料 原來是長這樣 那我只是怎麼樣 把它第一步先刪掉 但是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怎麼辦 Ctrl 去個向下 Delete 掉 但是Delete 掉 你會發現它還是會有這個下拉清單 意思就是說 其實要讓你自己用 用看的人 所以是不是說 身份證字號第二碼 這是女 這就是女 你每天都要這樣點 點到下班點不完 100多個 100多個還算是少的 所以現在隨便一個班都上千人吧 像大學裡面的話就萬人了 這做到哪一年才OK 所以理論上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呢 剛剛同學第一步就遇到什麼了 一樣嘛 插入函數 我們用哪一個呢 用文字的 找 文字類的找那個什麼 第二個字 所以我們用MID 就是 密的函數 有沒有 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資料給他 要從第幾個字 STAR LUMBER是第幾個字呢 第二個字 要幾個字 一個字 OK 按確定你會發現 它怎麼樣 為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因為現在是清單 你要改回來 就OK了 怎麼改回來 特別是一 這邊底下都一樣 所以把它整個選起來 或乾脆你整欄選起來 因為你要把整個範圍改回 原來的 特別是關鍵在哪裡 在資料 資料那個東西叫什麼 資料驗證 所以你們可能要記一下這個功能 然後他問你說 是不是要把這個選舉範圍都設定 當然是 記得這裡面 剛剛 原來應該是任意值 那如果你要變成剛剛那個 就是有一個下拉清單 你就必須把清單改回什麼 任意值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按確定就OK了 所以譬如說 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把原來的這個清單 改回任意值 這樣就完成 所以把它改為任意值 按個確定 點一下 沒有了 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的動作我們再次 最近使用過的MID 然後MID函數 這個裡面的 第二個字取一個字 2 按確定 OK沒有問題 再來判斷說如果他是1就是男 反之就是 女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 剛剛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 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 再插入什麼呢 用if 邏輯裡面的if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如果這個的結果 等於1的話 那就難 所以這邊加個等於 1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如果沒有雙引號 一定會錯 因為在 在Excel裡面 如果 你 沒有雙引號 那就是數字的1 如果有雙引號 就文字的1 深深之道因為這個 裡面還有英文字 所以他絕對不是數字 也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給前後雙引號 判斷結果是錯的 你們可以思考 比如說像這邊 假設我今天沒有加前後雙引號 那當然你以為 如果是1的話 就是 男生 反之 就是女生 反之 Force 就女 好 這樣子當然理論上我們看 如果1的話 那你按確定 你會發現 點兩下 全部都女 為什麼 因為他 都認為 兩邊是不相等於 除非呢 你要在1的前後 加上這個雙引號 因為你切割MID 他切割完的一定會是有雙引號 按確定 這樣的話才是正確的 那怎麼變的 另外一個 你切到 MID 插入函數 其實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地方 前後有雙引號 尤其是你用文字函數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性別的部分完成 完成之後要統計性別 那怎麼統計 你可以多一個工作表 在這邊插入工作表 然後把那個工作表名稱 改成性別統計 那我們可以怎麼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欄位裡面 可以多兩個欄位 比如第一欄叫性別 第二欄叫做數量 然後性別有男 然後有女 然後我要統計數量怎麼統計 當然不是叫你用一個個算 1、2、3、4 那你算完之後頭也痛了 然後也很容易算錯 所以這個動作 1 把這個範圍取一個名稱叫性別 2 用康儀不就好了 不就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 康儀不一定要會 如果你工作裡面不會康儀 我說真的 很多事情 你應該沒辦法早下班 OK 所以如果你要比別人早下班的話 又比別人 上班日更輕鬆愜意的話 這些東西一定要會 無論你是 哪一種行業別 我覺得你只要用要需要要電腦 不過現在哪個行業不用電腦 一定都會用到嘛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一定要學 1 請你把這個範圍取名叫性別 或者你可以 優標放1、2 Ctrl、Shift、向下 這邊叫性別 Enter Enter OK 這個方法應該跟剛剛一樣 沒有問題吧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可以優標放1、1 Ctrl、Shift、向下 那選的時候 就是多選一個 上面的這個名稱 那差別在哪裡呢 就是說你不是在這邊填 而是在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也比較頂端列 意思就是說 我的名稱剛好在頂端列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 底下的範圍名稱 這有時候適用在哪裡 適用在很多像類似這種資料 比如說你要建很多範圍 你可以一次選舉、一次建立 它可以幫你建很多藍 OK 那這樣的話怎麼按確定 那一樣 名稱、管理員、性別 就是底下這個範圍 接下來怎麼算 其實跟剛剛那個方法一樣 插入函數 用什麼呢 用統計裡面的 哪一個 康乙符 康乙符非常重要 一定要會 而且它很熟 Range F3 性別出來 條件 就是難 難的分我算 49個 有沒有 它帶過來的 這些缺合的資料 然後你向下填滿 就OK了 然後你可以 再把這個框起來 習慣到我都會把它再加個底色 加個顏色 加個框線 其他框線 如果簡單一點 紅色好了 然後 內外框線加一下 然後再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至少樣子不要太難看 老闆覺得 對嘛 你做的有顏色 感覺就不一樣 最後的話呢 自己要 自嗨一下 工作要 找到自己工作愉快的點 不然的話工作真的很枯燥乏味 OK 而且你要喜歡你的工作 你做起來就會很愉快 不衝突的 OK所以最好的 剛剛那個斜槓 斜槓少年其實重點並不在收入 而在你 是不是找到你 喜歡做的事情 你可以多元的發展 而不是只是一項專長 比如你念的是中語系 不見得你 只能一個專長 而且說那個專長 真的沒辦法 填飽你的荷包 填飽你的肚子 那怎麼辦 OK想一些其他東西 好 那最後的話就是 在旁邊插入什麼 圖表 那如果說我要做一個圖表的話 請你在這邊插入 圖表我建議 是用圓表圖 所以在這邊 找到圓表圖之後 我們就是 1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2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他變成一個立體的圓表圖 他馬上出現了 3的話 你就直接把他拉到這邊來 然後把他稍微放大一點 4的話告訴他說 哪些 哪些是比重最大的 你點住他不要放 往外拉 他就分開來了 馬上跟他講 有沒有這個是最多的 就一目了然的 就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 這個叫視覺化的圖表 視覺化圖表現在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 大部分如果你是做簡報的話 你用圖表人家會比較接受 如果你給人家是一堆數字好了 你看喔 這邊女生會比較多 女生有沒有看到女生比較多 大家看了就頭暈了 女生真的比較多嗎 我怎麼知道 你看 如果你給他這個表 他可能也會覺得 是稍微清楚一點點 但是還是沒有 像這個圖那麼簡單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 1 我把重點提示 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裡面的那個 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改為任意 改回來就對了 按確定 2的話 就是利用 Mid加if 算出來 OK 3的話 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你就按這邊加號 然後把這個地方 的那個 這個 給做出來 方便先往給各位加號 試一下 那後面當然還可以延伸性的 就做什麼 幾年次的 不用了 來到這裡 沒看到 沒說 老實是 形式 其實 都是